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香港的学童体质情况 其实都挺令人担心的 最近的数据就发现 学童有27个百分点出现过肥 另外比我们更加担心的 有两性的学童过瘦 这两个数字加上 有近一半的学童过重 或是过瘦 两者对健康也有很大的问题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由五岁到十七岁的学童 每天需要最少有 一个钟头的中等强度 或者以上的运动 研究发现亲子运动 对于提升小朋友的运动量 即是说爸爸妈妈 可以在周围的时间 和小朋友一起去公园玩 或者参加各类型的亲子运动 如果你是没有时间的话 亦都可以帮助多元化的安排 而世界卫生组织 建议这些由五岁到十七岁的学童 每天这一个钟头里面 包括什么类型的运动 包括了有三大类型的 有些跑的、有些跳的 和有些投宅相关的 跑的或者任何一些跑动 例如打足球、蓝球、排球 这些需要有跑动 另外就是跳跃 任何一些跳跃的运动 对小朋友的骨骼系统 健康是非常好的 例如跳绳 另外一些投宅 投宅来说就是 一些球泊类的运动 例如羽毛球、冰箱球 一些需要挥臂的动作 例如扎链球 或者打棚球等 如果小朋友在成长阶段 有跑、跳和扎 这三类主要型的运动 对他的健康就得到好的保障 运动 每个人猌疑 这些人猌疑 1963